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些行为呢 都是直接是一种战争状态 美国 韩国呢 已经宣布要联合进行军事演习 那朝鲜认为呢 美韩的军事演习呢 是对它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肯定的了 你玩 只许你玩 不许别人玩 这个就这么玩呗 爱怎么玩怎么玩呗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那作为中国会怎么样呢 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太多的说法 唯一的呢 就是朝鲜当撕毁停战协议之后呢 中国的态度呢 你看着呢 稍微往后吞一点 因为金三抽了他嘴巴了嘛 这个抽了这个中国的嘴巴了 这是肯定的 worldly fun了 有点这味道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大家打起来的话 说中国会怎么办 我们讲说呢 其实现在你很难说的 我们从一个角度上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就是说实际习近平应该对军队把握的程度相当高了 可是呢 因为薄熙来这件事情呢 中共太子党 一些太子党大多都在军队当中有过职位 或者说就在军队当中任职 那这个呢 是大家公认的 在军队任职呢 最安稳 可是呢 因为薄熙来这件事情呢 造成太子党的整个这个群体啊 人家有血脉关系嘛 就是说这个政体的主人们呢 出现分裂 这也是大家不争的事实 所以呢 你就会发觉从外表上 人们会看到有一些分歧 开放杂志有篇很长的文章 就提到了习近平对军队控制的情况 分析的太长了 我们就减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文章题目这么说 党媒和军队媒体针锋相对 习近平军权物理看花 也就是说到底他对军队掌握程度 有多深呢 有点看不明白 习近平接班军权问题 比江泽民 胡锦涛都顺利 但近期在钓鱼岛争端之上 党媒和军媒对战 竟然有争锋相对的不同的论调 显示出党能不能指挥枪 还是个问题 我自己这里呢 是这么个看法 就是说 特别是中共的党的宣传媒体呢 在刘云山手里面 这个还是跟大家 早就跟大家讲过 这不是军队跟党媒之间的争持 这是曾庆红 江泽民这一个派系 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冲突 这个冲突呢 我们说过 所以不是党媒跟军媒之间的冲突 而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 文章主要是说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呢 似乎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呢 也是有疑问的 因为在开展军队的反腐时 人们也看到习近平会怎么做 因为军队拥有太多的腐败 那刘云把后勤部的副部长 古军山干掉呢 就曾经遇到很大的阻力 那网上也有消息说 据说这个古军山 这个家里头藏了多少上万的 什么什么这个茅台酒啊 什么这哪哪哪 咱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我觉得就挺斗嗝的 就是病态 给军队的东西 特供的东西都先特供你了 那在这里他主要是提到了 太子党在军队当中的人员问题 这里呢不得不提到 刘云和张海洋 没有进入中央军委 但是呢跟习近平家族 有着深刻关系的张右侠呢 又进入了军委 所以这就是提到呢 在中央军委的 这是指中共中央军委的人马当中呢 我们出现了 把太子党就是之间出现的分裂 所以他就提到说 解放军报在1月14号 曾经强调头版头条 说要强化打仗思想 做好打仗准备 但是据说 在第二天环球时报 登出社论说 呼吁民众不能轻易为了出口气 而动打仗的念头 所以就是这样的出现了争持 那文章还提到说呢 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1月20号呢 解放军报又头版头条说 准备打仗要先向和平击习开刀 这种和平祭习呢 这里引用了一个忌讳的字 就是习近平 说是不是军队要拿习近平开刀 表达出不满 也就是军队里面控制这个宣传部门的人呢 实际跟这个习近平不是一条心 那当然你说是不是 这是真的是假呢 反正我们他看到的是这么个概念 文章紧接着讲 作为习近平自己 他是希望和平外交的 而中宣部竟然呼应鹰派 那这个呢 我们跟大家早就讲过 这真正背后的推手是曾庆红 而曾庆红既是江泽民的背 这个最坏的人 同时又是太子党的身份 双居身份 他的年龄呢 又在跟其他太子党的年龄之上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习近平很难办的事情 你不拿他开刀 你太子党平不了 而中日之间调游岛问题 是曾庆红一手戳起来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中宣部符合要打仗的思想 这是肯定的 而习近平在当时的情况下 被挑起了整个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 习近平干着急没办法 八月份出的问题 对吧 八月份被挑起来的 九月初习近平神隐了 我不干了 撂挑子不干了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过的 对吧 但是呢 爱国主义呢 又是他 习近平要保护住党的话 把党的利益放钱的话 他必须打着爱国主义的棋子 所以他就是有苦难言 哑不吃黄连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这个香港记者被打 这件事情呢 轰动很大 这个苹果日报呢 今天登了一篇文章 包同说打记者呢 是大丑文 包同就香港记者被殴打事情 写了一篇文章 形容此事件是两会的大丑文 又质疑 难道这一无法无天的事件 真的是新领导的指使或者认可的吗 或者难道依法查办 这种非法案件已经超出了新领导的职责和能力了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两会本身就是大丑文 对吧 两会本身就是大丑文的时候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正常了 所以不是两会的大丑文 两会本身就是大丑文 那很多网友呢 也跟希望跟就是看过石超的节目 涛哥的节目呢 愿意跟涛哥进行接触 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呢 我不能一一跟大家分享 但是隔一段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朋友的一些看法 尽我可能呢也跟大家进行一种互动吧 那今天在Facebook上呢 有一个朋友给我留了个言 他这么说 涛哥我给你发了多次信息 也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我因为把你的节目下载下来 在公共场所里公开播放给大家听 被国保请去了 还给戴上了这个手铐和脚料 都是你节目给我害 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非常钦佩这个朋友的勇气 但是反过来说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大家做什么事情呢 都很理智的 很 我们就说过那个概念 我不是推翻中共 不推翻中共 中共什么时候倒 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就完蛋 那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也没那资格 我也没那本事 但是涛哥所劝导的 就是说的说法 就是很简单 今天在涛哥的眼睛里 是大善大恶的年代 不要因为我 而你自己被伤 被伤害 这个是不应该的 但是呢 大家在这种过程中 以自己的 能够非常智慧的方式呢 让唤醒更多的人 善的一面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 那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 那网上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 这么说 我是大陆的高中生 翻墙出来 仅有两个月 通过纪录片和你的节目呢 让我了解了 我所生活的国家 揭露了很多 从小被欺骗的谎言 但是我身边的人很麻木 依然被民族主义所操纵 我感到非常的悲哀 感谢外面的世界 能让我回归人性和真理 愿中国能早日实现民主和自由 我们一无所有 唯一不能失去的是自由 这是一个小时之前 一个朋友留言的 那另外呢 有朋友都是Facebook嘛 社交媒 留一些 有人留一些商业广告了 这个劝大家呢 不要这么做 那这样的东西呢 跟我们的初衷呢 是有距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氛围 在这个环境下呢 真正我们希望的是 对每一个人彼此的负责 人性方面的负责 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一个具体真实的人 从生到死 上头顶天脚踩地 这样对我们自己负责 所以这样的商业广告呢 我就跟劝大家呢 我们以后就不要贴了 那另外一个朋友呢 贴了这么个贴子 写的很长了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他说看了你的节目一年 刚开始有点抵触 那后来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 包括遇见这个薄熙来下台 周永康完蛋 这个胡锦涛部连任军委主席 潜水一年了 我终于注册个号码 第一次给你留言 他说我怕说的太多 你没时间看 我就随便说一下 他就提到呢 老百姓现在呢 憋了一口气 但是这口气呢 只是没有到爆发点 他几天前呢 跟很多朋友去看电影 悲惨世界 这是人性的一种审判 电影很好 我差点哭了 他说在大学附近城看 都是学生 那我们看完电影后呢 观众们全场体力鼓掌 不光是我 所有人都被感染了 据说中共一开始准备进播的 是因为怕唤醒起迷意 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播出了 说涛哥 你一定要看看这个电影 给我们评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 悲惨世界呢 抽个时间咱看一把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涛哥的想法 因为留言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呢 从节目的时间角度来讲 尽可能满足朋友们的愿望 但是呢 希望彼此能够理解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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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